司马师和司马钊这两兄弟 一直都是很多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了 作为司马懿的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钊同样可以说 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在司马懿篡权之后 司马家就已经成了 为国实际的掌权人了 而司马钊和司马师作为兄弟 也经常会被拿出来相互比较一番 两个人在当时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又对当时的局势 起到过很大的影响作用 那么他们两人 究竟谁要更厉害一些呢 司马钊和司马师相比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司马师要更厉害 究竟他更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司马师208年至255年3月23日 自紫园河内温县 经河南温县人 三国时期曹魏全臣 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晋宣帝司马懿 与宣母皇后张春华的长子 晋文帝司马钊的同母兄 晋武帝司马炎的伯父 司马师沉着坚强 雄才大略 早年与夏侯玄和艳齐名 高平陵政变后 以攻封长平相侯 玄家卫将军 司马一死后 以辅军大将军辅政 独揽朝廷大权 次年升为大将军 掌权后 他制定选拔官吏的法规 命百官推荐贤财 整顿刚技 使其各有执掌 朝野肃然 司马师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曾用计于新城之战 击溃吴国诸葛克的大军 嘉平六年 254年 魏帝曹芳 与中书令李锋等人 密谋除司马师 事情泄露 司马师杀死参与者 破国太后废曹芳 改立高贵相公 曹茅为帝 次年 亲自率兵 平定冠秋简 文清之乱 回时途中病死 十年48岁 世好中武 后被追尊为晋景王 西晋建立后 被追尊为景皇帝 妙好失踪 这么说来 司马师和司马昭 到底谁更厉害 司马师在三国历史中 是一位被严重忽略的人物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 是因为他属于 城上旗下的作用 上街老爸司马懿 靠阴谋权术夺来的 曹魏统治权 下街弟弟司马昭 士杀曹魏国君 平灭蜀汉 让司马家族 确立了绝对权威 所以 被夹在中间的司马师 即没法跟老爸比权谋 也没有弟弟成就大 显得那么阴险 但若缺少了司马师 估计司马家族 也就灰飞烟灭 别说司马昭了 就连司马懿 也会成为历史笑柄 因为司马懿的 真正左膀右臂 正是司马师 不然 就凭他那么大的岁数了 如何玩得起来 所以司马懿临死前 这才把权力放心地 交给了司马师 而不是司马昭 只因 司马师比司马昭 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 概括说来 有如下两大优势 其一 司马师是敌长子 敌长子身份 在过去 就意味着未来家族的老大 这点无论帝王还是平民 几乎都一样 只要敌长子不胡折腾 尤其是司马懿夺权后 他必须要考虑家族安全 袁绍费长利诱的教训 依然在 曹丕和曹直争斗 造成了曹魏家族衰败的 前车之剑 依旧历历在目 在这种复杂和凶险的局面下 倘若司马懿绕过司马师 把权力给了司马昭 那势必会引起家族内耗 更何况 司马师实则比司马昭更优秀 这就引出了第二方面 司马师才能卓注 其二 高平陵之变的真正指挥者 司马师年轻时也曾帅过 堪称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才子 由于老爸位高权重 所以经常跟那些有才华的名士交往 当然 谈的其实就是未尽玄学 因而早就拥有了名气 被许多人看好 称之为 神才雅致 沉着坚毅 雄才大略 瞅瞅这三个词 第一个是在说其学识 腹内才华造就 第二个是说其性格 第三个是说其志向 三位一体的优越 倘若如此发现下去 估计司马师妥妥地会变成 曹魏的动良之才 可惜 曹爽和司马懿的暗斗 却改变了司马师的发展轨迹 老爸司马懿被迫并退 天天在家装病 此刻司马师还带若着中护军 实际上成了司马家族唯一的希望 正是利用这个身份 他养了三千死士 熟悉高平陵之变的人都知道 司马懿翻盘的最大资本 就是这三千死士 没有这三千人马 十个司马懿也翻不起浪花来 而在高平陵之变前 司马懿把自己的计划 告知了两儿子 结果表现出来了巨大差距 司马师安然而睡 仿佛世界一片岁月静好 再看司马昭 翻来覆去一碗未眠 这就是心理素质 沉着坚毅 而高平陵之变 虽名义上是司马懿为主导 但实则真正的布局和指挥 却是司马师对此司马懿都惊叹 赞司马师 此子尽可也 即司马师这个孩子竟然这么厉害 处处能给我惊喜 在参考高平陵之变前 司马昭那惊恐模样 自然司马懿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司马师比司马昭强的太多 所以才说 若没有司马师 司马懿想借助高平陵之变翻盘 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正是因这两大方面 使得司马懿在死后 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了司马师 而不是司马昭 因为当时情况下 司马昭还显得稚嫩 为司马师能担当得起 那么为什么司马师更受器重呢 一方面 就司马师来说 沉着坚强 雄才大略 早年与夏侯玄 合眼齐名 未经初年间 237年3月239年 司马师担任散起常侍 多次升迁后 担任中胡军 另一方面 对于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来说 正15年 244年 大将军曹爽法蜀时 以司马昭为征属将军 作为夏侯玄的副手 就司马师掌握的中胡军 掌管的是曹魏都城的禁军 由此 司马懿对于司马师和司马昭 这两兄弟的安排 是一内一外 在重要程度上 显然是掌握曹魏都城 洛阳禁军的司马师 更加关键 当然 这还不能直接说明 这两兄弟之间的差距 到了公元249年 也即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之际 司马师和司马昭之间的差距 才得到凸显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高平陵之变的前夜 当司马懿将计划告诉司马师 与司马昭后 司马昭担心的整晚都睡不着 而司马师却像平常一样安睡 而这 无疑是司马师性格沉着 坚强的体现 至于司马昭 则没有司马师这么沉着冷静 甚至因此有点慌张了 并且 在高平陵之变中 司马师亲自率兵屯司马门 控制都城洛阳 事后 论功封为长平相侯 加位将军之职 至于司马昭 则是因为率重保卫二公 因功增加封义一千户 由此 从事后司马懿给两位兄弟的封赏上 司马昭仅仅是因功增加封义一千户 而司马师则是论功 封为长平相侯 加位将军之职 对于封侯败将的司马师 无疑比司马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高平陵之变后获得封赏 也在弟弟司马昭之上 在汉末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司马师担任的魏将军与票纪将军 车纪将军揭开府 急设将军府 至官署掌握进兵 可谓地位非常高的武将了 此外 司马一临死前的安排 也说明了两人之间的差距 最后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加平三年 二百五十一年 司马懿去世 司马师成为辅军大将军 执掌卫国大权 加平四年 二百五十二年 升为大将军 至于当时的司马昭 则是一个都督的官职 对于司马懿来说 将整个司马家族的重担 交托到了司马师的肩上 对此 司马师没有让司马懿失望 对外 司马师曾用际于新城之战 击溃吴国诸葛克的大军 对内 亲自率兵 凭定冠秋简 文钦之乱 对曹魏势力 进行打压和清除 为司马昭的即位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 对于司马师和司马昭这两兄弟 司马师的能力更强 如果不是中途病逝 或许西进王朝的建立时间 都会提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